懒癌末期,小心腎上腺疲劳了!冰箱三宝帮肝解毒 肾上腺会疲劳!是的,这是我亲身经历 现代人在生活中背负了各式各样的压力,这可能也让体内的肾上腺逐渐难以附和,因为它会分泌帮助处理压力的荷尔蒙 从肾上腺分泌的荷尔蒙,不仅能应对压力,还具备许多重要的机能 抑制体内的发炎症状 控制血糖及血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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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整胶感神经与腹胶感神经的平衡 调整胶感神经与腹胶感神经的平衡 帮助稳定情绪。 协助骨质代谢,建构强健的骨骼。 要是缺少肾上限,我们甚至无法存活下去。 如果肾上限的功能低落,身体就会慢慢出现本章一开始列举的那些状况。 咖啡和营养补给饮料还有大量咖啡因,会使肾上限疲乏。 此外,肾上限在分泌荷尔蒙的过程中会大量消耗维生素。 如果平时蔬果摄取不足,导致人体缺乏维生素,也会使肾上限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。 当然,除了肾上限之外,脑部、内脏、骨骼,以及体内的每一个细胞,都是影响健康的基础要素。 但是刚才列举出的许多重要功能,都必须透过肾上限的正常运作,才能使你发挥应有的表现。 为了要活出属于自己的充实生活,这是十分重要的关键。 目前,肾上限疲劳的相关诊疗,不包括在厚生劳动省、岸,类似台湾的卫生福利部,规范的健保给付项目中。 而且也有不少医师认为,这样的病症是凭空捏造的。 我个人,作者之一的本肩龙介,就曾原因不明地卧病栽床,之后因为接受了肾上限疲劳的权威詹姆斯·威森·Gioms L. Wilson,博士的治疗,才戏剧性地恢复健康。 老实说,我自己身为医师,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,但后来才切身体会到,肾上限的健康与否,确实会对身体带来相当重大的影响。 因为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而成天感到疲累的人,明明不是自己的错,却被投以懒惰挨墨期,好吃懒做之类的尖锐言词,这就是社会的真实现况。 因灰暖之不去的疲惫而苦恼的你,如果明显感受到生活中的压力,你的肾上限或许也已经累积了一定程度的疲劳。 肾上腺疲劳改善饮食,冰箱多备葱、姜、蒜,帮助肝脏解毒 肝脏是人体的排毒工厂 许多香辛料及香草类,都是能够帮助肝脏解毒的排毒食材 提到肝脏,许多人会先想到分解、代谢酒精的印象 但除此之外,当有害毒素进入人体 包括药物,之前提到的添加物,来自洗衣店的有机溶剂等化学物质 洗发精或润发乳等化妆品,重金属等,肝脏也担负解毒的功能 但是,即便是如此重要的器官,现今许多人的肝脏却处于疲劳的状态 如果肝脏无法彻底解毒,就会在身体各处引起发炎反应 而肾上线也会制造荷尔蒙一致发炎 肾上线真的发挥了各种功能 因此,为了不让肾上线过度疲劳 平常不妨多主动摄取可帮助肝脏解毒的食材 平常我们熟悉的食材,包括葱、蒜、洋葱、韭菜等,都富含解毒成分的含硫化合物 我家的冰箱里随时准备了洋葱、姜、大蒜等,可以简单拿来炒肉,或是加入汤中 其他还有紫苏、冰河等传统的香辛料,也同样能帮助排毒,可以积极使用在不同的料理中 来自国外的香辛料,则包括可预防食物中毒的香菜、圆穗、迷迭香、姜黄等花草 这些食材在解毒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 而姜跟大蒜、山葵这类香辛料,在市面上也贩售装载管状容器的现成品 但对于肾上腺疲劳的人来说,也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这类产品 请看看产品的原料标示,其实里头使用了很多添加物 因为食品标示会以原料的使用量依序排列,甚至有些产品中添加的许多混杂物,用量远比最主要的生姜还来得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